根据研究 60秒没听到关键 人就会慌生 在极欠缺专注力与耐性的时代 简报提案该如何引起注意 并且持续维持注意呢 我是曾培佑 一位注意力设计师 不只出版书籍 每年有超过百场的演讲 教导各企业主管业务与老师们 如何透过简报表达产生影响力 这堂课程我将分享吸睛的秘诀 教给你简报思维 逻辑化加速简报制作与表达关键 让努力能完美呈现 做简报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好简报 熟悉三种简报类型 帮助你对照情境轻松应用 避开上台时的五个地雷 帮助报告完美发挥 课程带你从简报思维出发 做出好内容好口语以及好表达 做出好简报让提案赢得业绩 透过汇报让老板注意你提升 个人的说服与影响力 不论是企划提案 员工报告 主管激励 或是各种商务职场教学授课 让我们从抓住听者注意力开始吧